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智能制造 本月4号作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的重点平台建设项目 厦门机电设备展示交易中心投入市运营 一大批国内外智能制造行业的重量级品牌汇聚厦门 为厦门智能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 那么高端智能制造业到底有什么优势呢 它与传统的制造行业又有哪些不同呢 接下来我们就先一起跟随镜头到机电设备展示交易中心去一探究竟 眼前这几台两米多高的大铁柜 就是来自我国技术创新领军企业之一的沈阳机床所带来的i5智能机床 i5机床的主要功能是进行金属切削类的加工作业 连像这样刻有不同字样的小小介质制作起来也是不费吹灰之力 而它最大的亮点在于同互联网进行了结合 这一块呢是我们2007年沈阳机床开始研发的 2013年开始投入市面上来使用的 我们这个系统开发呢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来进行开发的 所以呢这个呢是在世界上也是首创 据介绍i5智能机床作为互联网的智能终端 实现了操作编程维护和管理的智能化 不仅能够加工零件 而且能够以毫秒级的速度传输数据 数据可以广泛用于商业管理和技术开发等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以来 沈阳机床同厦门企业的合作十分紧密 在福建的3000多个用户中 厦门的企业占到了三分之一 i5在福建销售来基于几个行业了 一个是微域行业 一个是汽车零部件行业 再一个是类似于工程机械和发门行业 尤其是在微域行业 在我们厦门是做的很不错的 厦门路达在我们厦门企业 它在亚洲也是最大的一个微域行业的企业 它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 连续在用我们的设备 已经用了50多台 其中还包括两条自动线 在机电设备展示交易中心 我们惊喜地发现 过去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的机器人 现在已经悄然出现在我们身边 比如这几只不断挥舞着的机械手 就可以代替人手做许多事情 武龙武师甚至是写毛笔字都难不倒它 据工作人员介绍 这些机械手一共有六个关节 和人的手臂一样灵活 应用在工业生产中主要执行金属焊接工作 同时还可以进行搬运机械加工等等 厦门机电设备展示交易中心 占地面积约1.7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近8000平方米 一层为机器人 工业自动化设备 智能数控机床展厅 二层为轻型机电 服务机器人 智慧家居 商务智能展示体验馆 三层为技术培训 办公及商务配套区 除了国内智能制造知名品牌外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不少国际一线品牌 比如被誉为机器人技术先驱 和焊接应用首选工业机器人的 德国库卡机器人 全球工业机器人巨头 日本发纳科机器人 百年企业瑞士肖伯林机床 值得一提的是 交易中心还充分发挥 厦门的对台优势 成为台湾智能制造高端设备 进入大陆市场的桥头堡 其实厦门的地缘和台湾地缘比较接近 语言包括人文环境都非常接近 台湾的企业也很乐于在厦门进行落地 全球第三大工具机制造集团 台湾有家精密机械 台湾工具机行业内的劳斯莱斯 台湾百德机械 全球线性传动领导品牌 台湾上银科技 目前一套完整的台湾智能制造 全产业链服务模块 在交易中心落了地 刚好从一二年开始才进入这个 我们大陆这个市场 那从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考虑做这样的一个修论 那刚好呢 这个项羽集团呢 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呢 也刚好符合我们的一些需求 据了解 市委市政府将厦门机电设备展示交易中心 列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重点平台建设项目 在项羽集团的精心打造下 从今年五月立项到九月市营业 短短五个月时间 交易中心实现了从无到有 这里不仅为商家提供了展示交易的平台 还提供了一系列完整的配套服务 像这个融资租赁啊 包括通关啊 进口啊 包括等等的一些服务啊 也刚好符合厂家的一些需求 那这个平台呢 又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呢 可以拉近了原来厂家跟客户之间的这个距离 能够更加的贴切 包括这个使用 包括看样 包括整个打样 而且还有一些技术的培训 它是集合整个行业 那这个行业呢 互相又可以一些交流 欧洲这块或者台湾这块进口的 还是有优势的 因为就是如果你有保税 它会返还一部分给你 价格上竞争中你就处于一个有利的地方 新专会议 这个都在县门开 说明就是说国家对这个地方也很重视 包括宣传啊 制造这种 都会慢慢往这边弄 就是倾斜 我们这平台和陆住的商户一起做家法 拓市场 依托向宇集团全产业链的供应链的丰富经验 打造一个智能制造全产业链一张式服务平台 即展示看样 订货交易 基础培训 物流通关 商务办公 金融服务等多功能余一体 通过全方位的增值服务提升市场竞争力 打造互利共赢的生态圈 厦门机电设备展示交易中心的建成投用 也说明了目前厦门的智能制造业 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据统计 目前厦门的机械电子行业 占全市工业规模比重的一半以上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作为重点行业也快速发展 2015年厦门市机械电子两大支柱行业 合计实现产值3368.2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7%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收入共计921.47亿元 机械电子行业与信息服务业软硬双轮驱动 智能制造的发展 近年上半年发布的厦门市智能制造 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 要将厦门市努力打造成为海思核心区智能制造示范基地 到2025年努力建成中国智能制造示范基地 通过数据我们其实不难看出 在传统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 厦门不少本土的企业已经早早迈开了智能的步伐 在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眼前的这台大型机械手设备 叫做机器人抛光打磨工作站 原本粗糙的金属部件 只要通过这台设备就可以实现华丽转身 变得光滑增亮 那我举个例子 这个是我们在厦门很常见的 很多卫浴企业都一个水龙头 那在铸造出来的时候 它是这样表面非常粗糙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就会 原先都是手工操作 要功能在沙袋机面前 多人在那做很长时间 才能把它泡成像这样子亮的 那我们这台设备就可以替代这个功能 把它由这种很粗糙的状态 表面做到这样子 可以直接拿去电镀的这样一个状态 林彦峰说 像这样一台机器 其实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五金行业的加工 我们这套同样的这个原理的这个设备 有给做刀片的打磨 就是我们家里那种类似于瑞士军刀 那种刀片打磨 也可以做个那种 像我们座椅的那个脚 座椅一角 还有像消防水龙头那个 水龙头那个枪 它的那个表面打磨 做了很多这样的应用 主要应用还是在金属内 林彦峰说 现在机器换工 已经不是简单的自动化生产 也不仅仅是替代单一岗位 而是发展到全生产线智能运行 甚至还出现了智能车间 我们可以把多个工作站 串联在一条生产线 那这样子又进一步节省能力了 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 还要能把东西放在指定的位置 那我刚才说那生产线 你只要零散的放的 然后它会有一个输送线 机器人会自动识别 把它抓着去打磨 那么像这样的自动化生产 到底能给企业带来什么呢 我们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 就是给辽宁中望做的一个项目 那个项目里面一条生产线 大概有100米长 这样的一个生产线 全自动的 只有在线的一开头 有个功能辅助 然后尾巴有一个功能辅助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当时这条生产线呢 客户自己做了一个测算 大概帮它减少了40个人 就是一个帮就减少40个人 而且产地占用 因为我们这种生产线的模式 物料让它流动起来的话 对产地的空间节约也是非常明显 但产地占用大概减少了70% 在航天斯尔特的厂房里 看不到成堆摆放的产品 原因就在于 每个客户提出的都是个性化的需求 每台设备都是研发人员 量身定制的 设备完工之后就可以交付使用 因其个性化非标准化定制 航天斯尔特目前年销售额 可达2亿元 用户会提出来说 我现在比如说 我现在成本太高了 因为劳动力的原因 那我希望说 这个车间原先产能多少 你帮我实现 比如说同样的产能 或者说产能在提高的情况下 帮我省掉多少人 然后帮我比如说 品质再提高一些 整个数字化的管理也要上去 据了解 目前斯尔特已拥有 厦门成都两大生产基地 上海也落地了子公司 累计制造自动化设备 3000多套 客户遍布国内外 在现代信息技术 和互联网家的推动下 不少传统的制造企业 正经历着脱胎换骨的 转型升级过程 这些企业的转型升级 面临着许多新趋势 新机遇 但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在厦门就有一些 传统的制造企业 他们直面新经济的发展趋势 敢于接受挑战 尝试着从传统的制造 向制造迈开步伐 厦门丰元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的前身 是成立于2001年的 10起机械有限公司 当时企业从事的是工程机械 和港口机械配件的 焊接和加工 然后从12年开始 筹建这个机械手 开始做转型 然后一直做工程机械的 也是有一些是为自己服务 还有一个慢慢的转型 给为他人服务 就做成集成商 谈起企业转型的原因 沈钦峰说 不断上涨的人工成本 和场地成本 让他意识到 智能化才是未来 制造业的发展之路 转型之后的风源机械 一开始做的是为顾客定制 符合各种需求的智能机械手 沈钦峰说 做智能设备 一开始的投入比较大 如果同时做满足 各种需求的机械手 那需要的资金就更多了 所以在调整了发展思路之后 从去年开始 风源机器人的主要作业内容 是针对建筑行业 理模板的焊接 和汽车行业 轻量化车架的制作 理模板以前也做了很多 乱七八糟的 就是什么都做 智能化什么都做 然后定义成理模的 这个就去年才开始 所以会增长 可能今年或者明年 可能才是一个 比较大的升级 沈钦峰说 现在升级后的企业 已经慢慢上了轨道 作为企业的掌舵人 在智能转型的道路上 他也摸索出了一些门道 整个思路也会变的 以前都是人家来掉加工 或者来土 就来土加工 那现在我们就要 帮别人考虑 怎么去制造 工业也进去 还有管理也要进去 所以就会升级起 在沈钦峰看来 中小制造企业 要转型升级 最主要的难度 就是缺乏资金支持 他觉得 厦门作为经济特区 发展智能制造产业 有很好的地域优势 政策优势 如果政府部门 能在金融信贷等方面 继续加大 对制造业的扶持力度 一定会帮助 更多的企业 实现转型升级 其实政府应该去 像我们实际在做的 应该给我们一些信贷 开实业的这种 应该去大力支持一下 这社会才会发展 关于智能制造的话题 互动平台上 不少网友发来了留言 一起来看看大家的想法 我认为随着国内人口 红利的下降 智能制造能够降低 那个人工成本 还可以提高产品的品质 会是将来产业发展的 一大趋势 我觉得相比较传统的制造业 智能制造能够创造出 更多的产值 推动社会的进步 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同时智能制造 还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轻松 更加便捷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风源机械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案 虽然近几年 我是在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和智能化改造 取得一定成效 但在飞速发展的工业4.0时代 仍面临着关键设备不足 核心技术落后等严重瓶颈 一个我们目前的一些核心技术跟设备 多数还是依赖于引路 只有少数一些现在目前比较领先的 像智能机器人 这些它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业的效应 引路的话主要的延始创新度就不够 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研发上面 大型的成规模的企业 那么它的研发能力比较强 但是一些中小企业的研发能力比较弱 那他们也比较欠缺资金的投入 同时技术人才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着厦门智能制造业的发展 厦门的这个高校呢 这个毕业生每年 这个整体的这个人才呢 在这个机械电子信息软件 这个专业上面呢 目前呢 这个人才的这个培养的这个人数呢 还不是太多 那另一方面呢 就是毕业生在毕业之后 留在厦门工作的呢 还比较少 还有一些是高精尖人才的这个引路 我们目前呢 就是在高端人才上的这个欠缺呢 还有很大的这个缺口 那还有一个就是校企合作 特别是产学员的这个血统上面呢 目前呢 只是在初步的这个发展阶段 事实上 为了解决资金不足 设备不足 核心技术落后等问题 推动厦门的智能制造业走出去 目前我市的一些智能制造龙头企业 已经行动起来 对厦门的智能制造企业进行资源整合 比如厦门斯尔特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等企业 就联合厦门理工学院等高校 成立了厦门市智能制造产业协会 我们通过协会 通过产业园这种方式呢 我这个产业链会比原来的方式发展得更好 因为原先是比较零散的 大家各自为政的这种方式 那这样子就有机会说形成一些比较 能力比较强的 然后在国内国际上都比较有影响力的 突出的一些企业 我们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有 首先要先自己先抱团 先拉拢在一起 然后做一两个示范行业的一些 示范的一些项目 做起来之后 这些项目就可以去向全国去推广 业内学者则认为 除了企业自身需要行动起来之外 政府也应该给予智能制造 这个新兴的行业更多的扶持 吸引人才 以及吸引人才落地 那么在这个技术上面呢 也就政府能够适当的补贴企业 除此之外呢 就是企业自身呢 当然呢 也可以呢 通过一些这个 通过一些这个 跟校企的这个合作 那么形成呢 一些客企项目 这样子呢 也可以带动 带动一定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流入 好的 关于今天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关注互动平台上 网友们的留言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一定是大势所趋 但是这种新兴产业 肯定会面临很多发展上的问题和困境 那么希望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自身都能够一起行动起来 共同推进整个产业的进步和发展 我期待着厦门能够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制造企业 让厦门制造品牌走出去 推动厦门经济的发展 好的 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好的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智能制造是全球工业发展的趋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厦门的制造企业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但在人口红利过渡到头脑红利的时代 产业的转型升级仍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面对席卷而来的智能制造大潮 不管是政府企业社会还是劳动者 都要做好从政策层面 技术层面到心理层面的准备 全力迎接这一时代的到来 好 再次感谢今天在互动平台上参与讨论的网友 也请大家继续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与我们展开互动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朱月 下期再会